好,接下來我們來講排序清單的製作 我們先開啟範例 好,那我們做一些例子 我們前面講填滿空點的時候 有一些東西呢,它會自動產生 比如說數字的部分 前面有講過說,等差數字會自己產生 或者呢,我們這邊介紹一個 就是一些英文字 後面呢,帶數字 這個也是可以產生 像這樣子的等差,類似等差數列的功能 好,這填滿空點呢,這些數字都會自動幫人加 好,那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輸個國字的1 那為什麼1,2,3,4,5,6 這次會自動產生 那6的下一個是多少 甚至不是7 這是星期 那這個東西呢,繼續往下 又是一支周期性的循環出現 那這怎麼做呢 我們先看一下位置在哪裡 我帶領帶去看一下 這些是在一個清單當中 那我們點一下 點工具 選項 找到 找到 這一個位置 LibreOffice Care的位置 點開之後 這邊有 排序清單 原來呢 我們剛剛輸入的 這些 1、2、3、4、5、6日 它是這邊的清單 好 我現在呢 啊,我已經有做這些了 那 怎麼把這樣的東西加進去 我現在假設我先刪除掉 這項好了 我點它按刪除 按4 我怎麼把 這裡的 作為清單 這樣放進來 好 那這邊取消 我先選取 我的清單 選完之後 工具 選項 剛剛講的位置 在LibreOffice Care的 排序清單位置 這邊有沒有看到 複製清單自 哪一個範圍 是不是工作表1 工作表1的哪個範圍 C1到C7 C1到C7 還記得我們前面講前字號的功用吧 這是一個絕對殘照 好,我們按複製 這個都中誤了 好,按確定 我們現在想把 週日到週六加進去怎麼做 我們先選好 我們要加入的清單 好,工具 選項 這邊沒有 那我們來做 我們複製清單至哪裡 第一到第七 按複製 這樣 週日到週六就有了 按確定 好,我們這邊來試一次 我們數一下週日好了 好,利用填滿空點 往下拉 好,果然是這些出現了 然後它就循環重複 除了是往下拉 你也可以往右邊拉 好,這個的話呢 就是排序清單 假如你做一個沒有的話 它是沒辦法的 比如說我們把週日到週六 再刪掉好了 我們 工具 選項 把週日到週六這一項刪掉 好,是 是 確定 好,我們用這個週一來看 它就沒辦法用填滿空點方式呢 讓它造成週期性的這樣子變化 好,這個是有關於這個排序清單 也可以來自己製作